这边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抗 有FKT战队对抢三星战队 我们知道是现在这个排名FKT是摇摇领先的 是一个全胜的战绩排在了第一名 那么三星队伍的话则是两胜三负 相对来说已经是不错了的一个成绩 已经是脱离了垫底区 之前本来也是三星战队好像还在空军的后面 是属于一个完全垫底的位置 结果前天是突然的爆发了 战胜战胜了我们的KT战队 是秋天姐姐用兵如神 最终把这个排名是往上拉了一下 但是今天遇到的是最强的一支队伍 相信如果再想让奇迹再次的上演 就不是那么上次也不容易 但这次肯定是难了更多 第一张地图本来也是别的有趣 在这张地图上面的话 几乎就没有上过PVT 只上过一场 就是上次三星的那个Stock的Flash 这张地图的话 几乎全是重组在打 但是这边也是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PVT 那三星方面的话 也上一次派出Stock 这一次居然是派出了张飞 来打这一张地图 那SKT方面的话 很有可能是想抓对手的Z 或者是抓Stock 结果上了是范特西 那球连姐姐的这个第一场比赛上的人就为我们打开眼界 如果根据上一次比赛的这个经验来说的话 球连姐姐这位选手喜欢让二追射 他是上了先把自己的这个 把自己的这个别人看起来是最有实力的大牌 比如Stock丢出来当个炮灰 来炮掉教主 然后后面就好办了 不知道今天这个张飞 跟Stock一样也是六龙 会不会也是一个炮灰被送上来了 我们这边骚饭是使用了一个野兵营 但是野兵营的时间并不是很早 有点类似TVT 毕老爷 这应该是毕老爷取得了 取得了五胜 好像是 不对啊 他们打了四轮 四轮毕老爷应该是四胜吧 四轮还是五轮 现在给毕老爷做一点庆祝 这边张飞选到了裸双 那这个 不知道范特西的这个野兵营 时间其实并不早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 在乱势方面能够给对手重创 那么这个兵营张飞是看不到的 修的位置非常的骚 不愧是骚饭 第一时间生产了金香兵 这个 自己家里面也是被人家侦查了 一看连兵营都没有 张飞非常的慌 这中共给放下了 这事要是骚死我呀 早知道不裸伤了 金香兵并没有第一时间往神多压杆 看来也并不是想进行一个 乱势 那么他这个野兵营到底是怎样的一个 思路 金香兵还是去对神族已经压制了 张飞这边赶紧拉东铭下来 阻止对手修好第一个地堡 这边这个SV是要修了 看这个走位就知道要修地堡 你赶紧过来追一下 这张飞的反应啊 张飞 他干什么 来的有点晚 刚刚那个农民在下面徘徊的时候 就直接拉两个农民过去操作着追的 不要让他有机会过来造这个地堡 张飞这边对于自己的操作是非常自信 他并没有说是 拉出很多的农民来跟对手进行操作 现在拉了这个农民来打两个兼兵 还是要把这个农民汉死 漂亮汉掉了 那么现在第一个子拉队出来了 地堡还没有造好 这个农民 农民将被杀了 范德西拉了好多农民过来 这一次的Rush 看来也是智来必得 但目前为止张飞扛着都非常的顺利 这么可以看到这张地图是很大的 这么大的一张地图上面 你要进行一个裸霜对手的Rush 是很远 即使是小范这样子 把这个兵营修到了野外 因为张飞也是选择怂了一下 但是农民是一个都没有死 在这样选择的话 这个基地将会暴露在敌人的输出下 也是 看来非常的有自信 认为自己的这个龙骑士 能够及时的赶出来 把这个基地保下来 我看小范这边还有机箱兵 居然是没有在打这个基地 这个基地还是 弩把力使劲的打 已经打得着火了 嘿 我其实拉一下 好 张飞难道是想放弃这个基地吗 这个感觉没有什么必要 基地 之前如果真的是想扛的话 对手是三个西洋兵 加两个农民 和地保没有修好 自己再拉点农民的话 也是可以把这个基地保住的 应该是可以完全阻止 对手修地保的 如果不知道出于怎样的一种思考 张飞是直接放弃自己的基地了 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范这西家里面 已经是拍下来的晃 同时正面还想对神祖保持压制 这个有点不太理智 这个坦克 如果这个地图本来就远 你这个坦克走过来 不知道红年满月了 那个时候神祖东西是 肯定是有射程了 已经有射程了 一定要保持对神祖的压制吧 这边两个农民是修不起这个地保了 雷车去收吸雷亚火力 这个地保如果一直打的话 是可以打掉了 张飞怎么只有三个农骑士 张飞的两个农营不知道在干什么 没有去冰 这个时候的话 五个农骑士是肯定该有了 然后再打这个东西 看来张飞家里面是修好科技建筑了 居然是在这种情况下 被人族压到了家里面 这个实在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也是为了做金甲虫 现在这个兵力的生产并不是很充足 那么这个正面的话 哦 五五必排雷 非常的漂亮 那么这个正面的话 被人族封住了 神祖肯定是要封了的 因为这个阿花后面 高地 这个坎克可以是架到那个高地上去 然后 这个你要再想从正面冲击 就非常的困难 张飞选择了金甲虫 所以就不怕了 这样的话 这个人族是不可能再对神祖进行封锁了 这个 有金甲虫的话 神祖肯定是把兵力要放在家里 家里面进行防守 上面配合OB 和运输机金甲虫的话 想破口还是非常容易的 但为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张飞的二矿实在是太慢了 他打了现在还是只有四个龙骑士 这个冲正面也 弹和容易 哦 是翻兵 这个有点意思啊 这是一种思路啊 小犯虽然是有地雷 但他并没有布置在家里面 哎 这里有龙骑士 不要犯啥 哦 还是出去吓险人的 有点意思 这个龙骑士啊 这 哦 小犯的意识 小犯的意识 哇 第二个意识 在这里被发现的话 那张飞过去肯定有地雷了 你场刻也架好了 还有防空塔 张飞这把打的真的是 很奇怪 他他既然放弃了二矿 那肯定是自己有一个乘出在胸的应对方式 结果他现在目前为止 都没有看到他这个应对方式有什么科学 科学之处 感觉是 只能说很奇葩 然后也不走正面 直接是来空头对手家里面了 好 金甲成漂亮的操作 没有踩雷 张飞这名学生喜欢给运输机提速 然后来甩金甲 这不要甩金甲 来操作金甲 哎 哎 上上机 还好 这里没有让下面那段坦克再打一炮 这 搞了半天 搞不定了 有这个运输机 非常的悲剧 这张飞 果然是秋天姐姐送上来的炮灰 右边的这个高地 坦克应该是 可以直接走上去的 到那里去架一下 觉得你这个中正面的时候 肯定很难受 打成这个样子 人族的二矿已经踩了800年了 看这水晶已经踩到了1200多了 已经跨到1200了 也就是每片矿 三百块钱了 神都这边二矿还没放下 放下了放下了 去放三矿 这边去听一下 看看有没有开 有气的这个四矿 张飞也没有这个胆量 现在最多就是23块链开 基本上这个打到前面的话 小范在杀了那个运输机以后 已经是能够意识到 张飞唯一的应对方式就是23块链开 所以他家里面已经是早早在开始不去中工厂了 这样的话很有可能看到一个两矿一波流 这个两矿一波基本上神族是 没有任何能够扛住的机会 除非小范的这个操作是 像屎一样的操作 但是很难想象会拥有这种操作 没有出一架运输机 他也没什么用 之前那个第一个运输机 加金甲虫是丝毫没有占到便宜的情况下 就已经死了 后面再出的话也很难有所作为了 那小范就是需要用雷车来牵制一下张飞 让这个自己的坦克可以是比较 安逸的布置到前线去 这样子 他的雷车牵制效果还是一般 让张飞打了一个探头 以这个小范现在这个兵力优势 他的雷车实际上是稍微牵制 自己的坦克就可以非常安逸的驾好 然后休息防空弹 小范的目标是张飞的三矿 继续的过桥往前推 张飞在这里是毫无阻挡之力 这个三矿是基地刚放好 就又送给队手了 小范表示我坦克都懒得驾 刚驾起来 瞬间就要收下 哦 我们看到这边小范刚刚操布的农民 是非常的漂亮 为了不让那个基地眼虫把农民轰死 就取消修建防空塔 然后往左边拉了一下 从对手基地眼虫开完炮 再回来修防空 这个操范的小操作还是很nice 然后这边五个东西是去劫后员 你这个去打酱油啊 这五个东西是可能连家都回不了了 哎 果然这边桥也是被截断了 那现在只能去劫后员了 但是 这是一个地雷战啊 前面有的是地雷 这五个东西是还是有所见书的 可以逼迫小范退掉自己的三矿 但也仅仅能够逼迫于小范退掉三矿而已 哦 漂亮的一炮 后面两个场客 但是于是无补啊 现在家里面兵力实在是太少了 我看只要把场客轻轻了一下 就可以 吃掉张飞的所有部队 这张飞的操作依然是非常的不错 然后扛成这个样子 那五个东西是还真的是起到了捷后员的作用 小范有一波的后续没有能够到这里 张飞还是在狗员残喘着 现在这个局面情形的技术在交换以后 居然是张飞的日子比刚才好一点了 刚刚是这个马上形成一个 刺激两矿打对手三矿的局面 但是由于那波龙骑士是把对手三矿打掉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家两矿打两矿了 然后对手的场客又没有加在自己面前 自己门前 不过这个 哎 五龙骑士也回来了 这守住了呀 张飞有点意思 因为是这个艺术机出双金甲 居然是就能够把自己家守住 然后还将对手开不了三矿 这个打的是很有意思的 小范现在也是不着急 再开个三矿吧 我刚刚这波推进也很奇怪 我基本这个地图的话 关卡了一下地形 应该是有些可以直接走到那个 二矿后面的那高地上面的嘛 然后那里不是有一个中立建筑在那卡着吗 但是为什么这个小范的推进的过程当中 一直对那个高地也没有什么兴趣